大家好 我是陳寗 很多朋友家裡 都會有一個共通的問題 就是這冷氣 怎麼越吹越臭 怎麼吹起來好像有那種臭酸臭酸的味道 或者是空氣清淨機 就吹吹吹 然後有一天這樣 空氣清淨機怎麼臭臭的 這種問題 其實有很大很大原因 是因為裡面有細菌之深 很多人說這個像這大金冷氣 吹久了奇怪 為什麼會有那種汗臭味的感覺 冷氣這樣吹很奇怪 其實那都是因為 他的那個散熱片裡面 他有細菌之深的緣故 但是 這要怎麼解決 把他洗乾淨是一個很好的方法 可是 你不可能天天洗 所以 有一個很好用的東西 就是在陳寗嚴選商城裡面的這一塊 陳寗嚴選藍綠網 他也全名在這裡 這藍綠網 還有後面的這個水藍的白綠網 全名在這裡 這個東西 就是用來大幅減少這細菌之深的可能性 那就可以盡可能的避免這機器裡面 又發生這種臭臭的問題 吹出來怎麼臭酸 我家之前 因為我之前有講過我家的冷氣全部都是大晶的 那大晶冷氣 如果上網查 你會發現這個吹出來風有臭酸味 是一個很普遍的現象 那我家就有這個問題 後來 我就在我的這個濾網上面 裝了這個濾網 那加上去之後 非常好 吹出來的空氣就有一種清新的感覺 而且 吹了一整個夏天 也沒有發生這種吹出來 什麼空氣臭臭的這種問題 就沒有再發生了 所以 今天我就來跟大家談談 這濾網到底是什麼產品 他用起來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效果 以及 你今天要把他裝進這機器裡面的時候 該怎麼使用才是最好的方法 今天就來談談這兩件事情 那開始之前 記得要訂閱我的頻道 並且打開鈴鐺 打開通知 按讚加分享 有任何問題想法 下面留言 那我們就 開始 首先 我們先來講一下這塊藍濾網 我們把他拿出來給大家看一下 這個 我現在拍影片拿出來給大家看 但是 如果你在家用的話 你買回去 盡量不要一直拿出來 因為你會沾到髒東西 他是進電濾網 所以非常容易沾髒 或者是頭髮之類的東西很容易黏上去 那這個為什麼是藍色的呢 其實進電濾網大家都很熟悉 就是我之前有講過 就是一種 他是一種濃噴布 那他本身帶有進電 當灰塵過去的時候 就會被攜帶上面 那最高 可以達到N95 的效果 也就是說 這個 比如說像什麼PM2.5 PM0.1 這種東西 經過的時候 可以95%的這種過濾率 這種過濾效果 尤其是這一塊濾網的過濾的能力 我有他的檢驗報告 大家可以點下面的連結 點了你就可以看到他的檢驗報告 那這個 他就是這樣的進電濾網 那他其實 本來 他是用來做什麼 用來做口罩 所以他的通緝量非常的好 之前 我有跟大家介紹過 就是說如果你口罩想要多一個抗菌效果的話 你可以剪這個 把他貼在口罩上面 就可以增加抗菌的能力 那這個 同時也可以貼在冷氣上面 那他為什麼是藍色的呢 這是因為 他上面鍍了一層奈米銀 所以 這個銀離子 就可以幫助你在 在這個空氣過濾的時候 如果有細菌沾連在上面的話 就可以透過銀離子 幫他這個細菌 就直接把他 破壞掉 大概是這樣的概念 這銀離子 還有這奈米銀 到底是幹什麼用 之後我們再來拍影片談 不過 今天我們還是先談這個濾網 那這個濾網 他有這樣的功能之後 你把他剪一塊 貼在空氣清淨機的濾網上面 當這空氣經過的時候呢 如果說這灰塵上面帶有細菌 或者是一些不該通過的一些微生物什麼的 他就會直接在上面 被上面的銀離子破壞掉 那就不會有細菌之身造成臭臭的問題 那這個呢 比較能理解 因為這我們很熟悉嘛 就是靜電濾網 反倒是這一塊濾網呢 很多朋友問這到底是什麼東西 這塊濾網 在你看他的全名上面 有一個名字叫防潑水 為什麼防潑水呢 實際上這一塊濾網他原本的功能就是口罩最外面的那塊防潑水層 現在我們台灣大家都對這個醫療口罩很熟悉嘛 不就是最外面有一個防潑水層 中間還有一個靜電層嘛 那靜電層呢 就是這一塊 就是這個東西 那最外面的防潑水層呢 就是這一塊 可是呢 這個防潑水層 他實際上並不是只有防潑水的功能 如果是這樣那也太簡單了 在陳寗嚴選裡面不會有這麼簡單的東西 這個呢 是一個由台灣的這個成功大學研發的一種奈米機能膜 他這個機能膜呢 他有一個非常有趣的功能 我說這功能感覺非常好玩 就是 他本身使用的時候沒有什麼過濾效能 他只能防潑水 但是沒有對這個灰塵呢 完全沒有過濾效果 一定要跟這個靜電濾網呢 放在一起 把他貼合在一起的時候呢 他可以把這個靜電濾網的過濾效果 從原本的95%呢 提升到99% 這個呢 這當初呢 我看到這產品我說這感覺還滿激熱的 為什麼要這樣子呢 後來才想到 我知道了 因為這樣子呢 比如針對一些比較小微塵 或者像病毒什麼的 他才有辦法呢 把他過濾在上面 所以呢 很多朋友問我說可不可以單用這一塊 我會建議不要 因為他幾乎沒有什麼效果 防潑水 可是空氣清淨機怎麼會潑到水呢 所以呢 如果你要用他一定要記得靜電濾網 兩個要合在一起 那第一個 他就是可以增加這個效果 第二個呢 就是剛剛講的他防潑水 所以呢 如果說你要用在口罩上 比如說你現在還要用布口罩的話呢 你也可以用他把兩個加在一起 他就可以提升這個防潑水的效果 那另外呢 本身這一塊也有非常強的抗菌能力 所以呢 這一塊再加這個白濾網 再加這個藍濾網呢 等於就會把你這個 抗菌的能力呢 提升到最強 不過呢 這樣子的使用 我會建議啦 因為他會大幅降低你的空氣進氣量 所以呢 如果是像這種空氣清淨機啦 用是沒問題的 可是像冷氣或者是除濕機那種有壓縮機的 我會建議盡可能不要使用 因為呢 你的空氣的呢 進氣量太小的時候呢 有時候會傷到壓縮機的 所以呢 如果你用單片 就是說你今天就是冷氣使用的話 就用這種藍濾網 用藍濾網呢 因為他本來是口罩用 所以這通氣量非常的大 比較不會影響你這種 什麼冷氣啦 或除濕機的這種進氣量 可是呢 如果你今天想要達到最強的效果 要非常強的這個過濾能力 還有這種 抗菌能力的話 兩個一起用 那請用在空氣清淨機上 會是比較好的選擇 好 那接下來呢 我們就來談談要怎麼樣 裝在這空氣清淨機上 我們先把他裝回去 好 我們先來看這空氣清淨機 我們先把這蓋子打開 打開蓋子之後呢 我們就會看到這片濾網吧 那以這刻意鏡來說呢 他就是一個這樣子 多合一的濾網 那同時呢 有這個靜電粗濾網 他其實也是一塊靜電濾網 只是他原本是白色的 你看變成灰色的 這種白色的靜電濾網呢 就是沒有抗菌的效能 大家可以看到 那像這種藍色的呢 他有抗菌的效果 那再來呢 裡面有這個FACE濾網 那後面呢 就是HEPA濾網 這個時候我們就要來問一下 請問 靜電濾網應該放在哪一層呢 答案是放在最外面 為什麼 因為靜電濾網 有兩個功能 以我們這一塊 藍色的這個陳寗眼血藍濾網來講呢 第一個 還有抗菌嘛 抗菌一定是放在最外面 你不會把抗菌放在最裡面 你放在最裡面呢 那個細菌呢 通通都把他吸附在這HEPA 上面的時候 那叫抗菌要抗什麼呢 所以呢 抗菌濾網一定是放在最外面 再來第二個 靜電濾網 雖然你看這價格 感覺一片六七百塊感覺還滿貴的 可是實際上呢 這價格再怎麼貴 因為他是很長的 大家可以看到 他可以這樣子不斷地打開好幾層 這樣子呢 再怎麼貴 他都沒有這整片的濾網貴 所以呢 把這種濾網 放在外面的話 同時呢 也可以增加這整塊濾網的壽命 可以避免說 一下就沾了一堆灰塵在上面 那這濾網很快就要換了 所以靜電濾網呢一定要放在最外面 再來呢 就是這一塊 陳寗原選的這一塊 白濾網 要放在哪裡呢 要放在這個藍色靜電濾網的 最外面 也就是說呢 這一塊要放在他的最外面 然後呢 先這一塊再這一塊 然後再來才是 這個濾網 這樣子呢 才能夠讓這個過濾 還有抗菌的效果 達到最高的效果 好 再來我們要怎麼使用他呢 我們先來剪他 好 我們先把這放旁邊 首先呢 你要準備一支比較好用的剪刀 這種呢 比如說像那個什麼 3M 的那個鈦剪刀啦 或者是 Plus 的這種剪刀 比較好剪的 那怎麼叫比較好剪呢 能不能剪衛生紙 能剪衛生紙就是比較好剪的 為什麼 因為這靜電濾網呢 實在是不太好剪的東西 他很韌 那再來 我們先把這個濾網先拿起來 我們先把這個 彈到第一頁 就是這個最外層的地方 先把他攤出來 然後呢 我們就把這個濾網放在這個上面 要剪多大呢 其實就是剪跟這個濾網完全一樣大就可以了 你剪太大是沒有用的 因為呢 到時候你旁邊會用膠帶把他封口 你剪太大只是浪費而已 可能還到時候還不太好塞進去 好 我們先這樣子 把他 弄跟他一樣大 那拿支筆呢 我們稍微瞄一下 好 那這個呢 其實可以一次剪很多片起來 因為其實 如果你家是屬於灰塵比較多的話 這一片 差不多一個禮拜左右就該換了 因為很快就會長 就會像這樣子看起來這樣灰灰的 好 那我們就把他剪下來 好 剪下來之後呢 我們就拿膠帶 把這個 像這一塊靜電出濾網已經 髒了嘛 就不要了 我們就把他放旁邊 好 再把這一塊濾網呢 重新把他貼上去 那貼上去呢 像有的這種濾網 他本身是有這個魔鬼沾的嘛 我們就先把他直接 就把他貼在魔鬼沾上 可是呢 這個時候很多人就會忽略的一件事情 就是 你的邊緣呢 你看手指是可以伸進去的 這樣子呢 灰塵在進來的時候呢 他會從這邊緣呢 直接穿進去 這靜電濾網 效果就會比較差一點 所以呢 我會建議 直接拿這膠帶 我們把他這樣子 貼合 就直接這樣子 把他這樣子 貼密一點 那同時呢 你如果是裝在冷氣上呢 也是一樣 冷氣的那個濾網 不是都是一個塑膠的邊框嗎 就一樣把他貼上去就可以了 那到時候要不要的時候 我們就直接把他這樣撕起來就好了 反正 這個濾網呢 他都是 這種消耗性的商品 所以你這個 貼的醜一點呢 是沒有關係的 之後也是要丟掉的 那冷氣就很好用 因為冷氣是塑膠的嘛 好 像這樣 這濾網 最重要的就是要封邊 避免呢 這個灰塵從這個縫隙裡面跑進來 那你用膠帶呢 像這樣四邊都把他封起來之後呢 這灰塵在經過的時候就一定會從這個 靜電的這個藍色濾網直接通過 那這樣有細菌呢 什麼他就會藍液在上面 那再把他 破壞掉 那再來呢 如果你還需要再加那白濾網 也是一樣 我們再把他拿出來 好 拿出這個白濾網 我們先把這個藍濾網收起來 這個白濾網 他其實 為什麼你一定會看到這裡 你會說奇怪 為什麼你一定要加白濾網 你看起來就是水藍色的 實際上呢 那是他疊在一起的時候 他的材質很特殊 疊在一起的時候變水藍色 但其實 平常看是白色的 好 那一樣 我們就把這個濾網放上去 好 然後我們來瞄個邊 好 那再來呢 這個白濾網 他這個呢 你摸起來會有兩個不同的面 那我們這個就把比較光滑的這一面 放在外面 就像這樣 鋪平 然後呢 就照剛剛一樣的方法 是這個膠帶 直接把他貼上去 就可以了 好 像這樣 就完成了 這樣子一個超強的抗菌濾網 就可以直接把他裝回去了 那就像這樣 把它塞回去 那因為呢 我們這封邊呢 都有封的很好的緣故 所以你就不用擔心灰塵在從旁邊跑進去 這樣就可以把他裝回去了 然後就像這樣 达到百分之百的过滤效果 那我们再把他盖起来 好 这样子呢 好 这样子就可以开始运作了 就这么简单 今天就解释到这里 如果呢 你对这滤网还有任何的问题想法呢 下面留言我们再来讨论 那一样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并且打开铃铛 打开通知 按赞加分享 对这个滤网或空气清新机有兴趣 下面有连结 有非常详细的说明 大家可以直接点了 就可以看了 那我们今天说到这里 我是陈寗 我们明天见 拜拜 by bwd6